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帮我们按赞 今天要来讨论一下 美国总统拜登 他在18日接受的CBS 也就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专访 里面说了好多事情 引起大家讨论 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下 不过在此之前 我们要先跟大家抱歉一下 我们这周的礼拜一并没有上节目 今天是礼拜三 为什么礼拜一没有上节目呢 因为我的女儿 从伦敦来看我们 对 真的是很开心 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将近三年没有见面 对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我们必须亲自去接她 她还不能够自己来 所以我们就是开车从华林 专程到桃园去接她 然后当天再载她回来 对 所以在时间上就没有做节目了 好继续我们言归正传 那拜登说了什么呢 我们首先要来谈论的是 拜登对于美国要不要出兵保卫台湾 这个在这个专访里面 他是第四次表态 因为那个记者有问 他就那个主播啦 他也问他说 美军就是当 如果中国要来侵略台湾 美军会不会来防卫的时候 拜登的回答说 是的 如果事实上发生了 前所未有的攻击的话 就是我们会来出兵防卫台湾 这个真的是 而且因为 那个主播他也很厉害 他怕说是不是拜登失言 又有嘴吻 他说 他就进一步问他 他不是怕拜登失言 他是怕我们那个吴思怀 听不懂 讲说是拜登失言 对 怕别人听不懂 我再问详细一点 他就问他说 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这个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是不同 也就是说 假如中共要侵犯台湾 美军的男男女女 将会保护台湾 拜登说对 哇 也就是说他是真的说 我们要出兵保卫台湾 我一点都不意外 真的 因为讲第四次 这次算第四次 第四次 还是一大堆人不相信 真的 对不对 在台湾这边还是有 包括吴思怀 吴思怀 吴思怀 吴思怀还说是 蔡英文 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 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戴登讲话 跟蔡英文有什么鬼关系 对啊 扯到蔡英文那边去了 对 你脑袋有问题 是不是 对 戴英文要把台湾带到哪里去 你吴思怀 做立法委员也做了这么久了 你还看不出来啊 你的脑袋在什么地方 吴思怀真的是一个 我觉得是台湾的一个耻辱 真的 一个耻辱 特别他是军人出身 而且还当过中将 好像还当过军团的司令 他一贯以来 对在这方面的言论 特别是中国要 这个侵犯台湾的言论 真的是让人不晓得该讲什么 我在节目里面讲过他很多次 我再重复一遍 无耻 那我们再回来讲这个拜登 我刚刚为什么讲我一点都不意外呢 因为在美国上次总统大选以前 美国有些媒体都在描述拜登联机太大 他确实是联机太大 后来川普在选战的时候 一直批评拜登 说他老年痴呆 还说他今天吃药了没有啊 对 种种这些言论 那个时候我在美国大选之前 我并没有特别关注这些事情 那我脑筋里面这个印象 拜登年纪很大 他确实很大 是 所以有这个印象 但是呢 在他就职典礼当天 我就完全改观了 是 他就职典礼当天 我听他的言讲 雄便滔滔 口若玄河 理路清楚 逻辑分明 这么一个领导人 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能是这个川普口中讲的 什么老年痴呆人 所以他第一次讲这方面的事情 我已经不知道是哪一次了 好像也是记者 独麦 问他 他回答的也不是很明确 对 但是意思我们都懂 我就没有认为他失言过 很多人认为他失言 因为他每次发表这些言论之后 白宫都会出来缓霞 对 就说什么 美国对中对台政策都不变 对 然后呢 因为这一次 美国其实也有讲 说美国对台政策不变 然后对台湾政策也没有变 没有错 本来就没有变 没错 是啊 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一直是在那边的 是 从来没有变过 美国认为确实有个中国 是 但是台湾不属于中国 不属于 对 那美国这个要帮助台湾 协助防卫台湾 也一直是这个政策 是不是 从台湾关系法 台湾关系法以前更不要讲了 那个还是有协防条约的 是 台湾关系法以后 因为两边没有邦交了 协防条约也取消了 所以定了个台湾关系法 利用这个法来保卫台湾 提供防卫性的武器 没有变 白宫讲的话一点都没有变 这个拜登讲的话 确实是比以前很明确 清楚得多 但是基本上还是一贯的 美国的政策就是这样子 从来没有变过 对 所以我从来不认为他失严 嗯 然后除了这一次讲这个台湾问题之外 其实也有讲到那个普丁在乌克兰 因为之前一直有在讲说 那个乌克兰 俄罗斯有可能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 那之前是因为 比如说北约要支援武器啊 我们就开始呛响嘛 就是俄国呛响说 我们会使用什么核子武器什么的 那最近因为俄罗斯的战况很不利 所以最近也有传出来说 大家都担心普丁会不会使用核武器 在乌克兰战争 那所以拜登总统也在这个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说 没有 如果假设普丁要使用核武器的话 会改变二战以来战争的面貌 对 然后佩利就是那个主持人 他也说 请拜登总统讲一下 相信我们到底美国会怎么回应 然后拜登他就说 如果他知道他不会分享任何细节 就是我们美国会怎么做 其实我们不会讲 他只是强调是说 这个会有一个 这个英文很妙 它叫做Consequential 就是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就是说相对应的 有后果的 那我的翻译是至早的 就是因为你做这些事情 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 一个因果关系的后果 对 所以这也是蛮重要的 对 关于这个俄罗斯 会不会动用核武 一直都有这种 不时就出现这个担心 那我们这个节目 一大早就说不可能 不可能 对 早就告诉大家不可能 也讲了很多次不可能 是 那 那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每次出现这种 言论的时候 都是俄罗斯 情况不利的时候 对 对 他就要在那边 嘘声恫吓一下 对 这个何恫吓 我 认为不可能的原因很简单 我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我就再重复一下 普丁没有发疯 没有神经病 他的身体也好得很 所以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他只要有理智 他就不会做这个事情 是 那布希给他的警告也很清楚 你如果要这样子做 这个后果就是consequential consequential是一个非常难翻译的字眼 对 我自己是做翻译的 很难翻译这个字眼 这个字眼的字面意思是结果 有结果性的 换句话讲 你要做这个事情 我会有一个反应 是有结果的 对 这个结果是会让你这个 可能很难受啊 诸如此类的 其实蛮隐晦的一种讲法 那如果是我要翻译这个 这个在中文的新闻里面 大部分都是翻译说是有后果性的 有结果性的 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很准确 如果是我翻译 我会把它翻译成相应的 有这个 你如果这样做 我会有一个相应的动作 对 让你知道 嗯 拜登 他是外交 对啦 他不会讲这么白 他外交出身的 他在参议院里面 是常年是外交委员会 然后他 他当了很长久时间的 外委会的主席 所以他讲话是比较 外交辞令的 当然 对方听得懂 对方听得懂 对 一般的老百姓听不太懂 consequential是怎样 对 所以我建议 要 拜登要效法 中国的这个发言人 对 赵立坚 战狼赵立坚 赵立坚 对这个表情 亡火自焚 没错 搬石头扎自己的脚 没错 你将会地动山摇 对不对 真的 要这样子讲 大家才懂嘛 吓死了 对不对 你这样讲什么consequential 吴思怀听不懂的 他听不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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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说他嗆瞎嘛 对不对 他完全听不懂 什么consequential 是要带去哪里 所以他说问 这个拜登老头这样子讲 那你蔡英文要带我们去哪里 他不就是这种脑袋吗 真的耶 吴思怀就是这种脑袋 真的真的 真的耶 所以 我可以告诉大家了 不用担心 嗯嗯嗯 普丁 不敢动用核武 不敢动用核武 当然 呃 拜登这个讲法 就是等于说事先 打个预防针 然后警告你 你不要真的是发神经病 是 发神经病的可能性 也不是不存在 他压力这么大 嗯 我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我如果是普丁 我找到神经病 真的 我如果是普丁 我没有这么强的这个 心智 心理素质 抗压力 我没有这么强的抗压力 但是普丁不是普通人 是 对不对 当一个这么大的国家的领导人 当了这么久 他的抗压力不是一般的 嗯 不是一般的 所以他抗得住 抗得住这个压力 他就不会去按那个 额柳的那个 柳扣 没错 第二个 你刚刚提到一个重点 嗯 莫斯科的发言人 佩斯科夫 是是是 他讲了好几次了 对呀 最早一次 出现这个俄罗斯可能 动用核武的时候 他就讲了 他说有几个条件 嗯 第一个 如果是别人 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来攻击我们的话 是是 第二个 如果我们的生存 就是俄罗斯的生存 受到威胁的时候 嗯 我们会动用 这个是合理的 对 如果别人主动 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来攻打我们 或者我们国家 已经到生死存亡之丘了 我当然动用 嗯 这个是合理的 但是这个东西 也反映出来一个现实 就是假定普丁 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孤注一辞 对 他的战争 进行得不顺利 对 不顺利 我用这个来想办法 把它翻转过来 啊 包括佩斯科夫 嗯 我相信都不会配合他 因为大家还是明理人 对 我为什么要为你一个人 对 把国家 去冒这个毁灭的危险 是 是 因为核战开动之后 就是毁灭 对 就是毁灭 嗯 美国跟英国 特别是英国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英国那个下任的首相 江神 还不是讲说 是你动用核武 对 他只是说 你动用生化武器 我都要攻打你了 是 我就直接出兵了 嗯 江神下台前讲的嘛 你记得很清楚吗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讲过 我们讲过 西方国家不会容忍 你用这种方式来流转战局 是 包括 这个 拜登讲的其实也不是真正的核武 嗯 他讲的就是说 假如你动用化武 化武 或者是战略性核武 对 所谓战略性核武 就是所谓当量比较小的 嗯 不是那种哇 下去整个城毁灭了 但是它是大规模撒双性武器 你动用这种 你都会有 这个 搬石头砸自己脚的风险 砸自己脚 没错 嗯 小心我们定点清楚啊 所以看这么久也要学个两句 对 才能够呛回去 对 所以就是说 拜登 我在这边再抢一调一遍 拜登 不是老糊涂 是 也没有老年时代症 他很清楚他在做什么事情 所以他讲的话都是有意义的 都是有意义的 那白宫在后面出来讲的话 也都没有脱离美国的政策 都是政策 我们就讲他是唱双簧也好嘛 也就是这样子 对 但是这个不影响到拜登所表达出来的态度 嗯 有很多事情 其实 当事人心里明白 对 这些话 听在这个 中国领导人的 保证里面 习近平的耳里就懂了嘛 他当然懂 是啊 不会傻傻的真的 在那边跟你出兵或干嘛 没有就是 吴思怀这种 这种人 只有这个脑袋才会这样 对 反正总之呢 这个拜登第四度 说了会保卫台湾 这个对我们台湾来讲 这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友善的表现 我们还要再提醒一下 美国有这种态度 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他本国的利益 对 基于他本国的利益 台湾也不能够这个完全说是 哎呀 反正有美国帮忙我们 我们就高枕无忧了 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子 台湾要加强自己的防卫 我觉得我们外交部的回应很好 外交部欧江安 针对这个事件做了回应 他当然就是谢谢美国 他很多次反应都是这样的 谢谢美国 但是我们台湾 自己也要加强我们的防卫能力 这个是完全正确的 对 这才是重点 好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各位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可以在影片上 架第一时间获得通知 那我们也会在这里 以及影片说明栏 放一些推荐的影片 欢迎点阅收看 谢谢咯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拜拜